分手15年,霍建华这样评价就爱陈乔恩,他五字冷对他,又一场厮杀。 霍建华算是娱乐圈稀有的不老男神,进入娱乐圈后,霍建华唯独公认过的女友只有陈乔恩和林欣如。 2016年7月31日霍建华和林欣如在巴黎岛举办婚礼,而霍建华和前任陈乔恩的那段旧情也常常被人说起。 霍建华和陈乔恩两人相识于千金百分百,因戏结缘,日久生情。 霍建华和静女的组合,观众还是乐见齐成这一对的,更有人爆料说霍建华曾陪同陈乔恩逛夜市买小奶奶。 霍建华很可惜,两人没走到最后,就莫名其妙地分手了,据说是性格不合。 霍建华曾经公开表示过,胡保护你一辈子,誓言总是美好的,无奈现实很残酷。 分手之后,陈乔恩开始到内地发展,两人似乎再也没有联系过。 直到再次合作笑傲江湖,或建华饰演的灵狐冲,而陈乔恩则是东方不败。 因为再次合作笑傲江湖的关系,很多人都在猜测,以为他们会就情复燃。 后来有记者问到霍建华与陈乔恩关系时,他脱口而出,大家都不要伤害他。 从中可以看出霍建华还是很爱陈乔恩的。 因此也让不少网游好奇,既然都还有爱当初为什么要分手呢? 霍建华说过,陈乔恩要的太多,自己没方法去满足他。 那时候的陈乔恩简直天天都要问霍建华的行程,男朋友是一分钟都不能分开自己的视野的。 这类24小时监控室的恋爱霍建华没办法承受,觉得没有一点点私人空间。 霍建华也曾公开谈过,我伺候不了他。 言外之意就是陈乔恩要的太多,而霍建华无法付出,说到底,还是性格不合啊。 陈乔恩听门或建华对昔日情热般的评价,冷辉五个字,你开心就好。 看来两人火药味十足。 网友调侃,又是一场感情厮杀战。 从两人传出恋情到如今已经15年了,两人都成了大红大紫的明星。 霍建华娃娶了林心如还生了一个女儿,而陈乔恩依旧一个人,不过39岁的她依然活得自信潇洒。 霍建华的前女友和现任老婆,你更喜欢谁呢? 霍建华仑道 霍建华